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红楼梦》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纸评本 是还没有经过山改的接近作者本来创作的版本 一种是陈高本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的高额陈委员整理的120回本 这两个版本都读过的人会发现 在《红楼梦》纸评本第63回 《寿宜红群芳开业宴》中 有一大段文字 在通行的陈高本中没有 这段文字就是当初被删去的 这段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这一回写的是宝玉过生日 大官群芳晚上给宝玉庆寿 大家饮酒 行酒令 玩得很是高兴 夜深各自回去 方官醉得很厉害 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宝玉于性未尽 看见方官正在梳头 就给方官改了个男装 还要给他剃头 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 露出壁青头皮来 当中分大顶 后来越闹越厉害 又要给方官改个男名 改作耶律雄奴 接下来 宝玉就滔滔不绝 说了一通 雄奴二婴 又与雄奴相通 都是犬容民性 况且这两种人 自尧顺时变为中华之患 靖唐诸朝 深受其害 意思就是说 雄奴就是雄奴 耶律是契然人的性 这两种异族人 一直都是祸害我们中华的敌人 这段文字 在书中显得很特别 似乎是专门在表达 作者的民族思想 一方面 在讽刺清朝初年的替放 另一方面 又在指责 一族人入侵 残害中华 红学家刘孟熙先生 认为这段文字 集中体现了 《红楼梦》的反版思想 一般读到这段文字的人 也能很清楚地 看到其中的政治意味 我们今天了解点历史 上去能够感觉到 那那个时候的读者 感受会更为强烈 这段文字 后来就被删得干干净净了 应该就是曹雪芹 在宜清王府的时候 被删盖了 如果说 给方官改名为耶利雄奴 有暗逢满人 是异族的意味 那么剃发 为什么会成为 不能说的禁忌呢 原来 清朝初年 清军下江南的时候 摄政王多尔滚 下了剃发令 要求汉族男人 剃发 改成满人的发饰 我们现在看清代的古装戏 男人都留了一条长辫子 但是严格来说 只有后脑勺才留头发 从额头到头顶 都是剃光了 只剩头皮的 这就是满人的发饰 汉族男人 本来都是留长发的 完成发际 盘在头顶 和满族的发饰 差异非常大 而且清朝初年 满族男人发饰 那个时候 是将大部分头发 都剃去 只剩下金钱大小 一片头发 续着手指粗细的 一根小辫子 要小到 能穿过铜钱的方孔 才算合格 满人称之为 金钱鼠尾 后来经过 二百多年的演变 头顶的头发 越续越多 到清末 才变成了 留下半个后脑勺的头发 当时不仅要剃发 还要一服改装 从汉族的传统服饰 改成满族男人的 长袍马褂 马蹄袖 可想而知 汉族男人一定是 很难接受的 清朝初年 剃发一服的推行 经历了一个血腥的过程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就是对那段历史的 真实写照 那么明知会遭到 绝大多数 汉族男人的强烈反对 多尔滚为什么还要 强行颁布替法令 这项法令的颁布 对当时满汉两族的关系 又留下了怎样的创伤 《孝经》里面有一句话 体身发肤 瘦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食也 在汉人看来 剃掉头发 是有违孝道的 汉族人 也一直以自己的衣冠 发饰而自豪 远在春秋时候 孔子就说过 披发左人 是野蛮人的象征 披发左人 意思就是 披头惨发 不扎发迹 一经向左开 所以满族人 要汉族人改换 他们沿袭了 千年的发饰和衣冠 极大的摧残了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顺之二年六月 清军刚刚攻占南京 七月 多尔滚就要求礼部 通告全国军民 替放 自布告之日起 现于十日内 进行替放 遵依者为我国之名 迟依者同匿命之寇 避致重罪 若仍存明智 不遂本朝者 杀无赦 汉族百姓 把披发令总结为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很多地方都奋起反抗 遭到了血腥镇压 那个时候 因为不愿意披发 而被杀戮的汉人有多少 已经很难统计数字了 当时的学者 陈确记载 祈秋心令 不替发者 以伪制论斩 令发后 立胸不替发者 至军门 朝至朝斩 西至西斩 官吏四处寻找 没有替发的汉族男人 找到了 就送到军营 早上送来早上杀 半晚送来半晚杀 江南地区人民反抗激烈 受到的镇压也最残酷 所谓扬州时日 家定三徒 都有当时的人留下了生动的记载 让汉人 替发一幅 是清朝初年的一段血腥历史 本来明朝政治很腐败 崇祯皇帝1644年上吊死了以后 汉族人很多对明王朝都没有什么感情 准备接受新的统治者 但是替发令一下 汉族人纷纷感到非常屈辱 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自尊心的践踏 那么明知会遭到汉人的反抗 多尔滚 为什么还是要颁布替发令呢 清朝初年 满族人刚入关的时候 满族人壮丁 总共只有五万五千人 南云老幼加在一起 估计也不够二三十万人 汉族人则有接近一亿人 汉族人人数远远多于满族 摄政王多尔滚 总担心这样的统治不稳固 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汉人臣服 替发令在中国的推行 最初也是有争议的 1644年清军联合吴三桂 打败李自成进北京 当时就下过替发令 但是很多汉族大臣反对 后来又撤销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汉族大臣和汉族人 因为胆小怕事 或者为了讨好满族统治者 他自己就把头发剃了 另外一些胆子大的 就还没有剃 1645年清军占领了南京以后 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清政府觉得统治整个中国 已经不成问题 这是有一些已经替发的汉族大臣 因为总是被同僚和国人耻笑 就上述给多尔滚 要求一体推行替发改装 其中有一个叫孙芝谢的山东进士 他的上述被多尔滚采纳了 替发令就这样扳下来了 客观地讲 满族人的发饰和服饰 其在马上不怕被刮扯 是有利于战斗的 男人短发 也有利于个人卫生 人民的衣冠服饰发型 假如政府不去强行干涉 他自然会随着时间流转 慢慢改换 民国建立以后 并没有要求汉族人都不去穿西装 这过了一百多年 我们的服饰不也都慢慢变化了吗 但是强迫人民改换发饰服饰 是一种直接施加于身体的暴力 也是人民最难以容忍的 从清初到康熙年间 随着时局的不断稳定 靠杀戮强制推行的替发令 开始变得松动 康熙皇帝对替发令的执行 比多尔古人时期宽松了许多 那么这背后到底又有什么原因 到了乾隆面前 天下太平 替发令已经不需要再强制推行 可他为何还是不能说的禁忌呢 乾隆皇帝在下令编修四库全书的时候 对清初那段替发一幅的历史 又做了怎样的删改呢 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决 系列节目 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 第五集 红楼梦 替发令 红楼梦的成书传世一支谜团重重 曹雪芹写这本书时 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 他到底忌讳什么 又在书中隐藏了哪些秘密 这本书到底以曹家为原型 还是写的全像明珠佳式 曹雪芹生活的年代 女性缠足盛行 大观园中的女性到底谁缠了小脚 有种说法 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 后四十回也并非高恶续写 这些究竟有何依据 在文字欲盛行的清代 红楼梦险些被禁忌 他究竟经历了哪些劫难 才流传至今 西北大学法学院科兰教授 为您解开红楼梦 成书传世之谜 敬请关注 多尔滚这样的野蛮行径 给清朝初年满汉两族关系 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很多不愿意剃发的汉族精英 还宁愿躲到深山里去 彻底脱离政治社会 或者索性剃光了去做和尚 也不愿意配合清政府的剃发暴政 这些人史学家 就把他们称为明朝的移民 清政权刚刚建立 正是需要各种人才的时候 剃发改装这个政策 造成了大批知识精英 不愿意跟清政权合作 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政策 多尔滚在顺治初年做摄政王 顺治小皇帝他自己做不了主 但是也很看不惯多尔滚的很多行径 顺治八年扶林清政以后 就下招谴责了多尔滚的这个暴政 本朝开创之初 瑞王摄政 攻下江浙明广等处 有来降者多倍诸禄 以致辖方市民一味篡逆 这话意思就是说 他本来汉族人愿意接受我们的统治 但是你硬让人家替发 不替就把人杀了 导致很多人都不愿意归顺 到处躲藏逃避我们的统治 但是从顺治到康熙 也都没有收回替发令 让汉人恢复发誓和汉庄 那这个时候大规模的起义也少了 清政府对替发令的执行 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屠杀了 但是还是在执行的 康熙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 对替发令的执行稍微宽松了一些 他开了一个特别科举考试 博学鸿儒 让地方官把各地的移民 都请来参加这个考试 出来做官 但是有一些移民 比如王夫之 顾延武 富山等人 都坚决不来参加这个考试 那康熙皇帝也没有计较 这些移民好多都在深山 或黄庇的地方隐居 有些人就没有剃发改装 康熙也没有派官府 去把他们抓回来剃头 也有一些很有声望的移民 在城市里生活 也没有剃发改装 陕西周治有一位理学家 李永浩二曲 终身没有改装 一直穿着汉装 曾在关中书院讲学 但是他学问很好 声望很高 陕西的地方官 一直都没有难为他 所以康熙年间 少数还没有剃发的老人 官府一般是不难为的 那年轻人要剃 七老八十了 一直都没有剃的 也就算了 当然如果你不剃发 又有其他政治上作乱的证据 还是要严惩不怠的 从康熙时期到乾隆年间 几十年的时间过后 清初的那些明朝移民 基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此时天下太平 新一代的汉人已经剃发改装 剃发令也不需要再强制推行了 可乾隆皇帝却借编修四库全书之计 删除了清初有关剃发令的相关记载 与此相关的史书也全部被毁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到了乾隆年间 清初的移民 基本都已经不在世了 天下都已经平定了 剃发令也不需要再强制推行了 因为新一代的汉人都已经剃发改装了 乾隆皇帝跟他爷爷康熙一样 精力超常旺盛 又赶上好时候 他就想做大事 他想要改写历史 让汉人彻底忘记清朝初年血腥的历史 也彻底忘记汉人跟皇帝不是一个民族的人 那什么事情是汉人最不应该记得的事情呢 原来汉人的衣服和发饰 最初和满族人是不一样的 是清朝初年被满族统治者强迫改换的 乾隆野心很大 他希望天下永远太平 而清朝初年这段镇压汉人的历史 终归是不光彩的 所以他就在民间广泛搜求藏书 借编修四库全书之机 大肆删改历史 记载扬州嘉定屠杀的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列》这两本书 在这次毁书过程当中都成了禁书 其他很多书也都被毁掉了 汉族人慢慢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幸亏这两本书 还有少数被来华的日本人带回日本去了 清末留学生从日本又把这两本书带了回来 这段历史才重见天日 乾隆皇帝认为 中国历史凡是涉及到民族矛盾的历史记载 都是对大清不利的 都会提醒汉人 他们和统治者不是一个民族 会引发民族仇恨 四库全书确实是一件功绩巨大的文化工程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编修这书的过程中 乾隆要求民间献书 借机销毁篡改了大量汉族历史文献 销毁的书籍总数将近三千余种 六七万卷以上 销毁的书籍和四库所收的书籍 数量是一样多的 除了销毁以外 剩下的还要改 被大清不利的都要改 提到民调怎么好的话要改 连前人设计契丹 女真 蒙古 辽 金 元的文字都要改 凡是反映民族矛盾 民族压迫的作品 能毁就毁 已经流传很广 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 毁不了了 那就改 比如岳飞的满江红中 名句 壮志鸡仓 葫芦肉 笑谈可吟 匈奴血 葫芦 匈奴 都是犯忌讳的 似乎全书就把它改为 壮志 鸡餐 非食肉 笑谈 欲撒 迎枪血 而在销毁 灿改的过程当中 提及 剃发令 和镇压 汉族人的记载 是被重点查尽的部分 这么来看 这曹远秦 写方官剃发 写得那么详细 周围短发都剃了 露出壁青的头皮来 又给方官起了一个 耶律雄奴 这么犯忌讳的名字 那疑青王能不让他删吗 因为他还是个奇人 汉军奇人 奇人这么帮着汉人说话 那就是犯上作乱的民族叛徒 前龙年间 文字语最盛 有关替马令的记载 无论在史书 还是在文学作品中 都禁止提起 那么在曹雪芹的 《红楼梦》中 为什么还会出现相关内容呢 曹雪芹这么做 究竟有何用意 年少时期家族 由盛到衰的那段经历 对于他写作《红楼梦》 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 第五集 《红楼梦》 替法令 曹雪芹这么一个奇人 为什么要在《红楼梦》里 讽刺替法令 骂满足人呢 他为什么要帮汉人说话呢 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他的祖上就是汉人 在东北被后京军队俘虏了 后被贬为褒裔的 本来到他爷爷这一辈 家里还很发达 康熙皇帝处处维护他家 雍俊皇帝继位不久 就把他家抄了家 他抄家的时候才13岁 从此穷困潦倒 看尽亲戚朋友的白眼 他转而对他家族最初的民族 产生了认同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想曹雪芹应该经历了 一个民族认同转变的过程 他落魄以后 开始把自己认同为一个汉族人 一个被满族人镇压过的汉族人 所以就在《红楼梦》中写下了 方官替发这段文字 《红楼梦》开篇 有一段话讲创作缘起的 就是交代我为什么要写这书 里边说了 我这书不是要伤识骂事 就是说我不会讽刺朝政 我这书就是大致弹情 就是个言情小说 这话感觉有点像 此地乌银三百两 我不谈政治 真的没有谈政治 我这就是个言情小说 你们不要找我的事 真的没有谈政治吗 那我们不看得很清楚吗 讽刺剃发了 还骂匈奴气单了 被怡亲王要求删掉了 为什么 曹远晴开篇要写这么一番话呢 曹远晴写这么一番话 放在开篇 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开头说了这么一番话 转移注意力 人一看着书 开头就说了 这就是言情小说 跟政治没一点关系 后面看的时候 就不会太仔细去琢磨了 只要不是太露骨的讽刺政治 也就发现不了 这书有什么问题 而问题是 这方官替发 骂匈奴 这太露骨了 那不删了才怪呢 另外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红楼梦》里很少描写男性服事 书里边描写过少数几个男性服事 贾宝玉 北京王 还有柳香莲 但是写的都像戏台上的装扮 都不是现实的装扮 除了这少数几个男性 贾服里其他那些重要的男性角色 贾政 贾赦 贾连 等等等等这些人 我们都看不到他们怎么穿戴的 也不知道他们发型是什么样的 这和中国古代的其他的文学作品 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曹远晴肯定是很了解 满族男人的服饰 发饰和生活习惯 他不写 只能是因为他不愿意写 我个人觉得 曹远晴很有可能在经历了 民族认同的转换以后 产生了对满族男性服装和发饰的心理抵触 他觉得那些都不好看 而且是汉族祖先被迫改换的义族服装 但他又不敢直接描写男人的汉装 这小说可以写过去的事情 《红楼梦》开篇的创作原写交代了 这书无朝代年纪可靠 但是如果直接描写书里的男人 都穿着明朝的服装 很详细的描写 也是犯忌讳的 汉装只能停留在作者的记忆里 不能在书里具体描写 不敢写汉装 又不愿意写满庄 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导致贾富裏的男人 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 一个我们想象不出来形象的群体 那么清政府要求男人替发改装 难道没有同样的要求女人 遵从满足习俗吗 曹雅琴的《红楼梦》中 是否也有与此相关的敏感内容 而被删改了呢 大观园中的女子们到底是天族 还是三寸金莲呢 明天的节目里 西北大学法学院科兰教授 为您解读《红楼梦》成书 传世之谜 第六集《红楼梦》与禁禅令上